伊朗在美伊关系持续紧张 地区局势复杂多变之际 做出这一举动 分析人士认为 可能是为了增加与美国博弈的筹码 这也将导致地区局势更加复杂 美国去年正式宣布 退出伊核协议后 重新恢复了对伊朗的经济制裁 其中对伊朗石油出口的制裁 直击伊朗经济命脉 使伊朗国内经济日益困难 伊朗领导层也承受着 越来越大的压力 同时美国还不断在其他方面 加大对伊朗的压力 包括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列为恐怖组织 向中东地区增兵等 此外海湾地区最近接连发生 邮轮预袭事件后 地区局势更趋复杂化 此前伊朗总统鲁哈尼 已于5月8号宣布 终止履行伊核协议部分条款 不再对外出售重水和浓缩油 分析人士认为 伊方此次表态 是在突破伊核协议上又进了一步 鲁哈尼当时还表示 希望在60天内 与伊核协议其他签字方 谈判伊朗在协议中的权益问题 若诉求得不到满足 伊朗将不再限制 自身油浓缩活动的产品风度 而伊朗原子能机构发言人 卡麦勒万迪此次则表示 伊朗需要风度为5%的浓缩油 用于南部布什尔核电站 需要风度为20%的浓缩油 用于德黑兰的研究用反应堆 一些媒体指出 浓缩油风度达到90% 即为武器级 而提纯风度为20%的浓缩油 据此仅有一步之遥 分析人士认为 德黑兰明显是在浓缩油风度问题上 再次发出了警告 当前美伊矛盾加剧 伊朗已被美国逼入墙角 伊朗此次的举动 一方面是希望促使伊核协议 其他各方和国际社会 向美国施压 从而使其让步 另一方面也是警告美国 在中东的盟友 不要帮着美国欺人太甚 分析指出 虽然国际社会大多认可伊朗 此前遵守了伊核协议 也反对美国单方面制裁伊朗 但由于美国利用美元 在石油交易中的主导地位 阻止别国与伊朗的石油贸易 国际社会没能在缓解伊朗 受到的制裁压力上 提供实质性帮助